527摩托车开箱流程 打开包装 取出配件包 527摩托车 遥控器 USB充电器 说明书 遥控器电池安装 先把遥控器的电源关闭 拧松螺丝 开启电池盒盖 依照电池盒内显示的电极方向 放入4粒1.5V双A电池 关闭电池盒并拧紧螺丝 充电说明 USB充电 将USB充电器插口插入电脑 再将DC插头插入摩托车中 充电时 USB充电器亮红灯 电池充满后 USB充电器指示灯熄灭 充电完成 遥控器充电 先从遥控器底部拉出充电插头 将车体上开关拨至OFF位置 再将遥控器的开关拨至OFF 然后将充电插头插入车体上的充电位置 充电程序会自动开始 遥控器充电时 提示灯会亮起 充电完毕后 提示灯会熄灭 充电完成 入门技巧 遥控器功能说明 电源开关 2.4G天线 转向轮 速度控制扳机 指示灯 充电插头 遥控器微调功能 档位 当微调拨至BRAKING时 松开油门扳机 车子可立即刹车 当微调拨至TRIM时 松开油门扳机 车子不会立即刹车 但会因为惯性行驶一小段距离 当微调拨至FORWARD时 松开油门扳机 车子会向前滑行一段距离 对马 先将车体开关开启 再开遥控器开关 摩托车登长辆 说明频率成功 摩托车对上马后 车体内飞轮会自动旋转 自动旋转3-5秒左右可玩耍 前进 摩托车为无级变速 向后波动遥控器上速度控制扳机 越向后波动速度越快 左右45度转向 将赠送配件 长支架用手按到摩托车上 在摩托车前进的同时 向左右旋转遥控器上转向轮 摩托车左右45度转向 此功能用于新手练习 左右35度转向 将赠送配件 短支架用手按到摩托车上 在摩托车前进的同时 向左右旋转遥控器上转向轮 摩托车左右35度转向 此功能用于新手晋级练习 如果练习熟练 可将支架去掉 刹车 在摩托车前进时 向前波动遥控器上速度控制扳机 摩托车刹车 直立单轮行驶 将赠送配件后支架 用手按到摩托车上 等摩托车车体内飞轮 自动旋转3-5秒左右时间 用手将摩托车直立放在地面上 向后波动遥控器上速度控制扳机 使摩托车直立单轮行驶 温馨提示 晚耍前请先将车体开关开启 再开遥控器开关 晚耍后 要先将车体开关关闭 再关掉遥控器开关 527摩托车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遥控器开关没开启 请将遥控器开关 请将遥控器开关拨至暗位置 并检查和确保电池依照电池箱所示的正负极放入 若电池已耗尽 若电池已耗尽 更换全新电池 不能遥控 车体电源开关未打开 请将开关拨至暗位置 没对上频率 请先打开车体开关 再开遥控器开关 才可对上频率 车体电池电量低 请给摩托车充电 直到充满 车体一打滑 可能场面太滑 请换地面较为粗糙的场地 拆下摩托车 以便更换配件 先将公载右侧的两颗螺丝 和公载左侧的一颗螺丝 依次打开 再将公载左侧盖取出 将摩托车左侧车体的五颗螺丝 依次打开 再将摩托车发动机底部扣位 轻轻撬开 再轻轻拿出摩托车左侧盖 注意 在打开车盖时 不可用力过大 以免损坏零件 用手机拍照 记录各组件的位置 和各组件电线 焊于电路板上的位置 即排线位置 更换驱动波箱 用烙铁将更换的驱动波箱的电线 从电路板上焊下 再将更换的驱动波箱 从摩托车上拿出 装上良品驱动波箱 并按照手机拍照记录 将电线排整齐 并焊上电线 更换转向波箱 用烙铁将更换的转向波箱的电线 从电路板上焊下 再将更换的转向波箱 从摩托车上拿出 装上良品转向波箱 并按照手机拍照记录 将电线排整齐 并焊上电线 再将电线排整齐 再将更换你的电线 ansch ignition 用烙铁将更换的机会 使用烙铁将更换的锂电池 使用烙铁将更换的锂电池的电线 从电路板上焊下 再将更换的锂电池 从摩托车上拿出 装上良品锂电池 并按照手机拍照记录 将电线排整齐并焊上电线 更换接收电路板 用烙铁将更换的接收电路板的电线焊下 再将更换的接收电路板从摩托车上拿出 装上良品接收电路板 并按照手机拍照记录 将电线排整齐并焊上电线 更换配件后安装好摩托车 更换好配件后将摩托车左侧盖合好 锁上摩托车左侧车体的五颗螺丝 合好公载左侧盖 再将公载左侧的一颗螺丝和公载右侧的两颗螺丝锁上 更换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